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火急吗 有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走来 你晓得 天下黄河 几世纪到晚了 天下黄河赴宁夏 奔永不息的黄河携带着泥沙 游泳水乔镇流入宁夏 在雄魂壮阔的大西北 灌溉出了丰饶秀美的赛上江南 千百年来本地传工们高唱着黄河耗子 划着羊皮筏子往来渡河 周大哥我听说这个羊皮筏子 最早的时候不是运人的 其实是运货物的对不对 对 这个在古时候四周之路 就是它从兰州装一栋货物 漂到包头 就是用输货物 黄河两岸来回北渡 洪桑榨渣渠 都要靠羊皮筏子 千年筏子百年桥 万里黄河第一飘 羊皮筏子俗称牌子 它的制作记忆是宁夏回族自治区 区集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时羊皮筏子用于运输货物 现在则成为了游客们 在营水桥镇必打卡的游乐项目 乘坐羊皮筏子顺流而下 需要15分钟 短短的时间内 却能感受到千百年来的黄河文化 这个每一个结构啊 规格都差不多吗 规格都一样 它是五四五的排列 十四个羊皮筏 组成一幅筏子 古称叫格团 我们当地人素称叫牌子 像我呢就叫牌子匠 牌子匠 划牌子的匠人师父 一个羊皮筏子 由14个气鼓鼓的羊皮囊组成 它们以五四五的格式固定在木板上 而每一个羊皮囊 都是由一张完整的 没有任何破损的山羊皮吹鼓而成 羊皮筏子的构造看似简单 却能承载一吨的重量 哇 这直接就扛起来了 这沉不沉呢 这个颜色浅的 就是个七八十斤 你像我们这边用的颜色深一点的 这个就是个一百二十多斤 哦 看出来了 你看这个 这个都是这种黑褐色的了 这个就是用了好几年了 这种就是它就越来越沉了 对 因为经常要往里面灌香油 灌盐水 慢慢的这个黄河的泥沙 什么都包浆 就是跟古董一样包浆了 原来是这个缘故 你看周大哥 这个好油啊 这还流着油呢 这就是灌到里面的香油 胡麻油 它是从这个毛孔慢慢的渗出来 为什么要灌油啊 灌香油是为了堵塞毛孔 软化皮质的 灌盐水呢就是为了防腐防臭 吹骨之后的羊皮囊 需要灌入盐水进行晾晒 保证羊皮不会腐烂 再灌入胡麻油 使用羊皮的毛孔处于封闭的状态 不易漏水 这样一个合格的羊皮囊 就算制作完成了 每个牌子酱 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羊皮筏子 从制作到定期保养 它们都要亲力亲为 我们牌子酱呢 自己用的羊皮筏子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那您肯定特别熟悉他们了 就打个比方说 我自己的羊皮囊 就是谁要是把我的这个拿走 装到它的上面 每个我都能热 我这大老远 一看每一个长得都一样 其实你们时间长了 都能看出不同 对对对 都能分得清楚 就是每天早晨上钢以后 要检查就是哪个缺气了 我们就给它吹几口 那这么多个羊皮 周大哥 您怎么判断哪个缺气了 你看我现在说着都气鼓鼓的 你这样敲一下 帮帮硬 这就不缺气 哦 这样敲一敲 这不跟在市场挑西瓜似的吗 听声 哈哈 里面感觉全都是气 这就不用吹了 像这样的就不用吹 嗯 在制作记忆过程当中 就是这个羊皮筏子这个吹气 是特别有体验感的 像优客来了以后呢 我们在羊皮筏子展示平台上 就会给优客提供羊皮 让优客去体验这个不吹牛皮吹羊皮 那太好了 你给我体验体验 哇 气能够的话 你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大家看看周大哥多么相信我的能力 给我一个完全已经别掉的 哈哈 来我教你怎么吹羊皮啊 把这个生肾子解开以后 嗯 完了以后你把这个口孔子撑开 撑开以后先吸气 哦 不能对嘴吹 不要打到上面 先用自己飞火亮的气 带动自然风一起给它关进去 吹完以后要合住 起来了 起来了 看到没有 然后给它扎住 对不对 不行了 尽力了 最后这一点真是吹不起来了 但是整个你看 已经形都成了 是不是还可以 周大哥 没有想象的就是那么没有气 这样以后就插 插几口压力了 哦 这样就好了 所以最后那几口要再对到这个嘴上 对对对对 然后使劲地给它再灌进去 哎 你看吹好了 如果你的肺活料还不错 来到这儿可以来试试哦 这羊皮法子之前听说是在黄河上运货物的 这个历史说起来差不多两千多年了 我们最早可以找到的文献是战国册烟册 其中呢有一封大将军乐意给烟王写的书信 嗯 书信当中就记载他要带部队跨越黄河去进攻 渡河的工具就是一种叫做葛囊的特殊工具 那葛囊的具体方法呢就是把羊皮剥下来捆住土耳吹声气 一个士兵抱着一个大家集中在一起就过去了 这就是最早的羊皮法子的雏形 再后来呢我们在汉书当中也看到了 就是汉朝大将军带着部队 用葛囊做渡河工具跨越黄河去千里追击敌人 到了唐宋年间呢羊皮法子记忆就已经很成熟了 今天我们看到这羊皮法子的飞衣工艺呢是清代中期形成的 那到现在也有好几百年时间了 是从曾经的运货物到现在运送游客 它也逐渐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了 羊皮法子也算是连接了黄河的过去跟未来吧 是这样 我觉得羊皮法子通过旅游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其实也是新世纪旅游发展的一个功能 通过旅游啊让这些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起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去讲 我觉得羊皮法子它百度的是此岸与彼岸的人 看到的是两岸的风景 但它连接的是过去 现在和未来 嗯